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广保志林 我是郑富源 顺武堂在台湾武术当中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他传承相当多的武术 而到底这些武术有什么特色呢 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 中国文化大学国术积极系的教授 同时也是顺武堂协会的理事长 苏基淼 苏老师 苏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你好 那么请苏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顺武堂武术的特色有什么呢 顺武堂主要传承的是 闽南地区的太祖拳 罗汉拳跟达尊拳 那这种闽南地区的前宿 它的特色是在进攻直接 动作非常朴实 脚步非常沉沦 花生有力 这样的一种非常实用 非常直接的一种积极动作 是的今天呢要请苏老师我们示范几个动作 那今天陪苏老师一起来示范的教练能不能请老师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陪练的是我右手边的这位杨高腾杨同学 他目前是国立体育大学运动科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博士生 他从这个国中一年级就跟随着我学顺武堂的武术 继续我们就来请苏老师跟杨老师一起来介绍一下顺武堂的一些功夫招式怎么应用 谢谢 动作太快看不清楚吗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示范 我们再来看一下招式如何应用 动作太快看不清楚吗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示范 各位观众朋友在刚才欣赏玩顺武堂的部分武术招式应用中呢 这边要提醒大家 要练功夫的话呢 光是听广播或是看影片其实是不够的 必须要找老师来教你 并且有同好跟你一起练习 才能够知道那个力量 那个角度到底应该怎么样使用 今天非常谢谢苏老师跟我们杨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中国保持林 我们下次见 未经许可 ��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应该会认为 你可以是为我们女生媒的 我们要 кас Mini 我们下期 purple 散尼 看到宵 方向32 自然的 微信 我们要受到 我们下期中 部 是 你们下期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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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